今天要來煮水果熱紅酒 過年期間 你們家沒有喝完的紅酒 正好這個時候拿來用 或者是你買到有點 你不習慣的 或不喜歡那個 不喜歡味道 色味很重的 其實冬天來煮一道熱紅酒 真的很暖心暖胃 因為這在歐美國家 就是他們聖誕節前夕 很重要的一個傳統飲品 我們來準備 因為每個國家 其實用的香料不大一樣 我今天用一個比較傳統 比較健康的版本 我用一點椰糖 你可以用一般的糖都可以 這叫椰糖 對 椰糖 它的基材質大概三分之一 另外用一點丁香 用一點八角 這個滷味的八角 用一點薑片 用一點肉桂 我個人比較喜歡肉桂 我就用多一點 水果你就用當季的 你用蘋果 像過年過節會剩很多 有時候都快要老掉了 趕快切切起來 來煮起來很好 用一點這個 留起來 我先用大家 我這個版本是 我會先把水果煮香 你現在已經 鍋子已經剛熱了 這個煮法有點像做蘋果派 我們把糖 不管是椰糖 紅糖 黑糖 就是把水果跟糖先一起煮 所以一般在家裡頭 用白糖等等也可以 對 這個時候我一顆的柳丁汁 就先把它倒下去 你把它煮 先把它煮軟 還有一個把這個 那個甜味都出來了 對 把這個香氣先煮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 你這個時候可以把香料 像我丁香我用一點點 幾顆這個丁香 有的人會說像煮咖哩 先乾炒一下 它會比較香 那就看個人的手法 每個家庭 基本上煮出來不太一樣 這個八角就提醒大家 不要加太多 一加太多會變滷味的味道 就變台版的滷味 這個我建議大概 一到兩顆就好了 不要太多 因為它這個只是一個提一個香氣 因為這個有加很多香料 還有水果 它就會有這個 所謂的暖味的作用 一般我們喝葡萄酒 對 會比較暖味的作用 薑我們大概四 五片 也不要太多 這樣子給它煮 我剛剛提到說 在古羅馬時期 他們就開始喝熱熱紅酒了 對 它這個歷史已經上千年了 因為它是 那個時代 大家知道冬天很寒冷 飢寒交迫 其實他們煮一鍋這樣來喝 其實就有增加抵抗力的作用 到近年來的時候 耶誕節時 又有這個所謂的暖心的寓意 就是喝了這個紅紅的熱熱紅酒 可以趨吉避凶 逢凶化吉的這個意思 還有一點祝福的意味 有一點祝福的意味 對 這個是肉桂棒 你也可以用肉桂粉 你就把它這樣一起煮 煮出這個香氣之後 最後我們才加這個所謂的紅酒 另外你如果有切一點這個 柳丁 我一顆的汁 我大概一顆就變柳成的片這樣子 好 吳醫師 其實這裡頭用到丁香 八角等等 中藥上面 或者你們平常會怎麼運用 其實剛剛提到丹寧酸 其實我們的中藥才70% 都還有滿高的丹寧酸 尤其是它在豆類 木草 或者是我們的石流 還有我們的大概譬如說像五輩子 仙荷草 甚至於肉桂 這個都是還有很多的丹寧酸 所以其實在古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 我們也用很多這種肉桂 還有這個像我今天帶來的 就是古人用的這個 對於我們身體暖胃 暖皮暖腎的這個滷味包 它這裡有大概10種藥材 比較平常用得到的大概就是 我們有時候會滷味在滷肉裡面的花椒 花椒 草果 或者是有時候我們冬天天氣很冷的時候 我們會吃一些什麼麻辣鍋 或者是一些什麼養生的那個 說是那種鍋品的時候 它基本上都會擺一些中藥材 裡面就有時候像花椒 草果 涼薑 小茴香 八角 桂皮 還有甘草 然後陳皮 川蟲 沙仁 那這些藥材 你會發現都有個共通的特色 就是都是新 有味道的 有那種辣辣的 或者是這種香香的 那甚至於花椒 它是新熱 因為我們的那個藥材裡面 有些新溫 新熱 那花椒是比較新熱 而且它還可以用在外用 所以它可以殺蟲 然後消脹氣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我們吃東西就像逢天過節 吃太多肉的時候 這個部分你也可以把它 用來就是消脹劑 所以掛年之後 現在大家滷東西 可以用這個方法 剛好也跟我們熱紅酒 這個丁香 八角 有益曲童工 用了這些基底 然後加上其他的藥材 一起來滷就對了 對 那也可以那個就是 我們基本上如果胃酸多的人 也可以來用一下 幫助他代謝 有些脹氣的病人 我們就可以用到 OK 王老師剛剛已經加了 半瓶的紅酒進來 加了之後你就把它煮 這樣煮的話酒精也會揮發 但是你煮我覺得都沒有開 就這樣小小火就好了嗎 對 其實不要 我們可以在中小火給它煮滾 滾了之後它酒精慢慢揮發 你就發現酒精味道越少 慢慢的這些水果香氣會出來 然後我也發現 這是歐美版本對不對 你上網查有各種版本 我發現我們台灣也可以用一點 台灣版本 這是馬告 原住民的胡椒 對 因為它沒有辣味 它有檸檬香氣 其實如果有的話我會加一點 你會加一點馬告 對 那這個咧 這個是檸檬葉 就家裡有柑橘的葉子 你們家裡有種什麼柑橘 湯柑 檸檬 這柑橘葉有這種檸檬的香氣 你就把它稍微搓一搓 對 它的味道忙出來 你就可以放一片 最後要上菜前 檸檬汁你可以大概最後要喝 就已經都滾好 所以裡面的水果滿多的 有柳丁 蘋果 然後柳橙汁 檸檬汁 對 要最後加一點檸檬汁 增加一點它的酸味 因為你煮過之後 它的酸味會改變 已經都小火滾了對不對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稍微把它 大概稍微滾個兩三分鐘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把它關掉 甚至放涼放在冰箱 所以春天其實還是很冷的 可以來點熱紅酒 檸檬汁酸 還有我們剛剛說的水果 這些檸檬汁酸都可以吃進來 讓大家來解答 再來 你到底訂閱了沒 YouTube上面訂閱 免費的趕快按下去 還要開啟響鈴鐺 如果你已經訂閱的話 趕快號召你的親朋好友 來訂閱跟金卡2.0 衝破百萬囉